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主流媒體剛才集體宣佈 說拜登將會當選新一屆美國總統 那裡有消息傳出 說大陸將要出手 DQ四名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 今天有多家媒體引述消息指出 說人大常委會將會在近日DQ四名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 包括公民黨的楊岳橋 郭榮鏗和郭家琪 以及專業議政的梁繼昌 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隨即召開緊急會議 閉門商討了兩個小時後 就決定了 一旦人大常委會落實DQ決定的時候 將會義無反顧地集體總辭 向中共和全世界清楚表達 對政權粗暴踐踏香港立法會的極度不滿 以及強烈抗議 實情這次 大陸就趁著美國總統大選的終極結果 仍然處於膠著狀態 仍然未曾哀樂之際 忽然間DQ了四名民主派議員 究竟他是意欲何在 有一種說法就認為 大陸是否想測試拜登的底線 究竟是去到哪裡 而面對這個情況下 拜登團隊又會作出什麼反應 除了口頭上的回應之外 會不會有什麼具體行動 相信大家都是非常注視的 但是不管拜登陣營他們有什麼回應或舉措 其實已經是對那幫兩黨共識的擁護者打了念 為什麼這樣說 大陸如果他真的要DQ這四個議員 為什麼他會選擇在現在美國大選處於一個這麼關鍵的時刻來出手呢 早不動遲不動 他當然是想試一些東西 如果大陸都已經確定得到 拜登的對華路線或者對華政策 是跟特朗普完全一樣的時候 他也不需要選擇在這個敏感時刻來出手 他喜歡什麼時候動就動 所以那些人經常吹捧兩黨共識 我們就放長雙眼看看 究竟這兩黨共識是否真實存在 至於 泛民其實他們對於總辭的決定 都是留有後著的 就是要大陸先出手DQ這四名的議員 他們才肯放手說他總辭 即是說他們到現在為止 都仍然是處於一個被動的狀態 而不是主動來去請辭 其實我一直的看法都是認為 就著這一年的立法會延任任期來說 無論這群民主派的議員 他們是接受委任也好 或者是選擇杯葛也好 其實就已經是影響不到香港將來的局勢 發展成什麼 因為香港的前途其實就被捲入了下去 中美兩個大國雙方的角力當中 所以在很早期的時候我就已經判斷了 說今屆的美國總統大選才是最決定性 因為今屆大選的結果 將會牽動著全球局勢的發展 甚至乎影響是非常之深遠 因為特朗普的政策究竟能不能夠延續下去 這個才是值得大家關注的點 所以在過去幾個月 我就很少著墨來評論 說究竟這群民主派議員 應不應該接受委任繼續做多一年 因為我認為無論他做也好不做也好 根本上對於整個世界的大局是沒有影響的 問題就是在今年九月的時候 他們就表達出想留守在議會 繼續在議會戰線當中出力的議員 然後搬出了一大堆堂而皇之的理由 甚至乎又找鍾劍華的下民意調查機構 做了一次的民調 說比較多的民主派支持者 其實都不過半 支持他們繼續留任議席 好了 到最後他們大部分人都留任了 除了陳淑莊 朱凱迪 和陳志全以外 好了 現在 就傳出了消息 人大準備要DQ四個立法會議員 他們才想起要總辭 我就真的 反過來要問一些邏輯的問題 都不是政見的問題 這些是邏輯的問題 首先來講 他們當初說接受委任的時候 他們就有做過民意調查 這次忽然之間他們又說要總辭 這次又要做民意調查 是不是 當初他們為什麼要做這個民意調查 找鍾劍華過去 搞一大輪的大農諷 無非就是要加強 他們接受這一年任期委任的合法性 想增強那個說服力 還有當時有種聲音 認為 民主派的議員就不應該接受這一年任期委任 就應該馬上辭職 就是想把這種聲音押下去 問題就是 當現在傳出了人大常委準備要DQ四個議員的時候 你又說要總辭 這個是不是在邏輯上有矛盾 你用不需要做一次民意調查才找鍾劍華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在過幾月之前 這班民主派的議員 才搬出了各種堂而皇之的理由出來 去嘗試說服市民 他們是應該所謂留守那個議會戰線的 他們有很多原因 包括就是要抵抗這個惡法 又或者是在議會裏面繼續做他們的議會抗爭 又或者是 繼續來監督特區政府 諸如此類 他們搬出了很多很多各種各樣的原因出來 去到說服市民 當然我相信有一班人 就是會被他們說服得到 認為留任 是比辭職更加好的 我的看法就是 在言論自由和表達意見自由的大前提下 你只要所說的東西不是違反法例的 你喜歡說什麼都可以的 沒所謂的 但是現在只不過是 過了一個多月 現在十一月頭 有什麼原因是觸發你們要 提出總辭呢 原來就是因為人大常委可能會DQ四名的立法會議員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這四個的立法會議員 他們其實在上一屆 現在就延遲了選舉 但是曾經出現了一個提名期 大家都有印象 當時 無論是楊岳橋 郭榮鏗 郭家琪 或者梁繼昌 他們其實都有報名來參選 只不過 當時那些選舉主任 已經是 將他們的參選資格 DQ了 我真是不明白 當他們的參選資格 遭到DQ的時候 你們就覺得 沒問題的 就可以繼續接受 延任一年的安排 繼續做下去 好了 現在大陸又說要DQ你的時候 那你又說不行了 要向中共和全世界清楚表達 對於政權粗暴踐踏香港立法會的極度不滿和強烈抗議 我真是想請問 難道他在這個提名期的時候 參選期的時候 去DQ你的參選人 這個不是對於香港立法會的粗暴踐踏嗎 是不是 為什麼當時你又說要留守在議會那裏 有這麼多的豬搬原因 搬了出來 我想請問其實 現在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 怎麼來面對當初被你說服了要留任的市民 如果你們說到DQ四個立法會議員 是一個很決定性的因素 其實 他們的參選權就已經被DQ了 是不是 但是在過幾月之前你們才說 留守議會都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得到 但是現在這一刻你們又選擇棄守議會了 這是邏輯的矛盾 如今民主派給人一種感覺就是 特區政府說要將立法會選舉 因為疫情的關係延期最少一年 你們不去總辭 然後 選舉主任 因為那些參選人的政治立場 而取消他們的參選資格 剝奪他們的被選舉權 你們又不總辭 但是現在純粹為了四個接受委任的立法會議員 一旦真是被人大常委會落實DQ 你們就說去總辭 這個無論在政治效果 政治影響力 或者是在那個 政治能量方面 都是大大削弱了 是不是 如今民主派會議召集人胡志偉 他所提出的總辭理由就是 要向中共和全世界清楚表達 對政權粗暴踐踏香港立法會的極度不滿和強烈抗議 其實在一個多月之前 這個原因都是適用的 為什麼會拖到今時今日才又搬出來 當初 在一個半月之前所說的 原因 或者叫做藉口 究竟到現在還用不用得著 他只是DQ了你四個立法會議員 你還有十幾個 那這十幾個為什麼不繼續 留守議會呢 當初說到那些對抗惡法 或者是繼續進行議會抗爭等等 都可以繼續做的 所以 現在你們的行為 和你們過半月之前那種的說法 就是自打嘴巴和自相矛盾 我純粹只是說邏輯問題 這些都不是什麼政見問題 是不是 如果說政見問題 就可以激烈很多 內容 不過我也覺得 這班人就是算了 如今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美國總統大選的司法爭議 究竟是怎樣來判決 才是真真正正影響得到全球的局勢 這班人是浪費了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